翁來跟彩頭 台北市長柯萬整與副市長彭震生 從五十口中拿出蘿蔔跟鳳梨 深更位於內湖區的舊宗社會住宅 正式開工 希望未來也能夠如期完工 社會住宅正在開工 在這一刻大概是一萬一千戶 所以我已經跟杜阿吉講說 我們也不要貪工 就是維持在一萬戶 在施工當中的狀態下 往五萬戶前進 柯市長設林北市府團隊 立委 議員以及建築團隊共同上銷 祈求保佑在舊中路 與新湖二路口的社會住宅 至公無礙 未來也將新建地上九層 地下三層 總共九十七戶的建築物 預計在一百一十二年五月完工 這道三樓是公共區域 有幼兒園 還有社區家園 環保局有辦公室在這裡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 提供這種低樓層的公共服務區域 也可以改善跟地方的關係 兼具交通和購物功能的 舊中社會住宅 將設置多元性的社交空間 包括學前教育設施 社會居住家園 社會廚房以及都市花園設施等等 強調與社區的連結性 帶來全新的社會住宅形象 記得找到貨 採訪報道 到現在 此外